好喔,這件是想要我沒看 這件是什麼? Fred Heavy T,他做的是比較美式圖騰的圖案 我覺得這件還蠻可愛的,自己我有留 有點猶豫連著 因為通常這種小短板T,都對肩寬的人沒那麼友善 所以這一款是有稍微比我的肩在下來一點點 我覺得是比較友善,就這裡不會太公的 但小肩的人穿也是好看 對,就是比較短板,大概是肚臍的位置 然後我覺得是ok,味道太肉 就是你手放下來是可以的,舉手會小肉 有一些踢太短,就是完全... 那個我有點難以駕馭 就是讓他太公有的褲子 然後下擺是有點寬,就是沒有到很好的 你也可以扎起來穿,也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讓他有點浪浪的 然後他是做臉口是配色的,袖子 袖口也是這樣子,一點美式的感覺 那這件是白色,白色是配深藍色 然後咖啡色是配...米黃色是配咖啡色的袖子 對,也是咖啡色的字 然後花灰色是配寶藍色 配寶藍色的...這叫什麼...領邊 對,他是花灰色 然後他的字也是這樣,寶藍色的 然後厚度我覺得就ok,就正常 不會到太薄,背影不會很厚 就是夏天可以發的 對,就是夏天的T 然後怎麼辦,要買什麼色 我選咖啡色 我喜歡白色耶 我選咖啡色,不太一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會稍微有個性一點 我喜歡這個色 然後長度就是這樣 就是大概蓋肚臍的位置 然後褲子的話我覺得算是蠻特別的款式 它就是很寬然後很跨的,沒有改褲子 它就只要做一個禽寸 今天褲子是一個尺寸 從A到L號穿的這樣子 它主要的尺寸調整就是在腰間這個扣子 對,然後這樣針制腰圍是26 它現在兩邊都扣到最小 所以你可以...就是依照自己的身形 或者是你在把扣子位置稍微... 對,再改一點 就是比較依照你的身形調整 但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它扣子扣了以後 它這邊,這個地方會有折布要出來 對,的確是口袋會有點垂垂寬寬的 但是它就是這盤褲子 它別是口袋會這樣有一點點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可愛 對,垂垂寬寬的 但它就是它本身的設計 然後可以接手的人 我覺得就會蠻喜歡它 像我就很想穿,但老闆就不懂它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友善 就是你穿這樣子 胖一點瘦一點 對呀,胖一點瘦一點都可以穿 然後你穿下去吃吃到飽 吃完之後再把它的扣子再把它弄鬆一點 都不會被發現了 因為這才是同一件褲子的感覺 褲管也是比較寬 然後比較寬跟寬 你先這麼忘記吃吃肌肉動實際 我上次吃什麼 抗主持啊,那是過敏藥的 因為我最近這幾天都不去曬太陽 前幾天兩隻手亂掉了 這樣太陽太大了 對呀,太陽太大了 兩隻手都難掉了 我都不敢出門了 我就坐在車子裡面回家就過敏 然後他就問我怎麼 我說我可能是坐在車子裡面 車子裡面也會 有曬到太陽 然後他就是這樣有點垮垮的褲子 我覺得風格還蠻應人而異 因為他側面看也是這樣垮垮的 可是他就是垮垮的修飾 應該說黏麻肉也不會特別 因為他是這種寬寬的 好,轉一圈給大家看 我就喜歡就很喜歡 笑我就蠻喜歡這件 好可愛呀 好啦,褲子先不推 我先推上衣 上衣超可愛 上衣真的很可愛 請問你平常穿什麼 我平常是M或L 大M小L 大M小L 因為他的腰是 我的腰是26 小M大S 然後臀是 大M小L 腰尾是26吋,臀位是37 然後162公分 54、55公斤左右 對 好 差不多 見囉 耶 嘿 謝謝 pak 谢谢